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的愿力 愿意帮助别人总是个好事情 你的加持会让他意外的得到惊喜的 有的人靠着众生的祝念 他真的会开刀非常顺利 有的人靠着众生的祝念会意想不到的成功 医生都会觉得 哎呀 这个手术本来要动四小时的 我们有个佛友 结果动了一个多小时 说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就是如此的成功 有一个人开了个眼睛 里面叫倒毛 就是眼睛毛长得专门就是碰到自己眼睛啊 眼球里的 倒毛 结果呢 还就是这个问题 你知道 好 他结果开刀开了四个小时 你想想看 你如果有加持和不加持是不是不一样啊 所以希望大家一般的帮他念二十一遍 一般的念七遍 你没有功力的话 你简直这个七遍就没有作用 要二十一遍大悲咒以上才会起作用 因为如果像远程一样的 像远程的操控一样的 如果你很到很远的距离 你必须以数量才能聚集能量 你没有数量 你没有能量的 听得懂了吗 那师父 就是这个念二十一遍大悲咒是手术前为好 一般的 像念二十一遍大悲咒 手术前就应该就念了 等到手术后 那实际上很多事情还是比较麻烦的 最好就是提早请菩萨保佑 所以手术前念最好 如果你有条件 在手术当中给他念 那更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